大早安球像时间国际消息先看到 大陆内蒙古一处的露天煤矿场 在昨天发生重大的意外 因为山体滑落导致大面积的坍塌 目前一只两人死亡 六人受伤 五一三人失联 根据微博上的画面呢 可以看到山体是大片的滑落 多台的机械车辆是被尘土吞没 场面相当惊悚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圈完了 这颗山圈抖了 根据澎湃新闻报导事故发生之前 该煤矿场是在进行生产的工作 初步预算坍塌的长度约400公尺 该公司的员工表示 事后表示这个煤矿场 大概是有600多名的员工 目前当地的消防公安等救援团队 已经赶往现场 接着今天国际消息是聚焦在 俄乌战争将满一年的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波兰 是发表了演说 始言美国和盟友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会动摇 大力地展现对乌克兰的赞赏 此举引发俄罗斯不满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随后在国情咨问中宣布 要暂停和美国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 而拜登22号于华沙时 针对记者提问 有何反应时 拜登他直言普丁犯下大错 拜登在华沙与北约最东端九国领袖会面时 他批评普丁暂停宪和条约是犯了大错 而这也是普丁宣布暂停该条约之后 拜登他首次发表相关的言论 而普丁在发表国情咨问后 紧接着昨天就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的主任王毅 两个人在克里姆林宫会谈 可以看到普丁一开始 就是张开双臂热情的欢迎王毅 欢迎他的到来之后 并在会谈中表示 中俄的合作对于稳定国际局势 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 普丁他大赞中俄的关系友好 并且是期待大陆国家主席来访问俄罗斯 不过根据大陆外交部会后发布的文中 提到王毅他赞赏 俄方是愿意通过对话来谈判 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不过这个声明中并没有提到 习近平将会访问俄罗斯 那么尽管如此 两个人在会面上 王毅他其实一开头就先友善地向普丁表示 自己代表习近平表示 最真挚的问候还有祝愿 首先我要转达习近平主席 对您的最亲切的问候 今天底习近平和总统先生 举行了重要的视频的会晤 全面总结了两国关系的发展的成果 因为新一年我们说没关系 指明了全局的方向 我也在场当时 你通过视频说 俄方邀请王毅同志尽快到俄罗斯坦访问 我今天是如约而来 就是为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共识 推动中俄的各类合作 取得更多的丰盛的成果 当前国际形势确实严峻复杂 但是中俄关系 历经国际风云的考验 成熟坚韧 稳如泰山 就在俄乌战争将满一年之际 王毅他在会上是特别强调 中俄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从来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 还有挑拨 更不会被第三方的胁迫 还有施压所压制 而其实在和普丁见面之前 王毅他就已经先和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 还有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 帕特鲁舍夫会面 在和拉夫罗夫的会谈中 王毅他是提到 在局势动荡的情况下 大陆是仍然致力于 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 并且是希望可以达成新的协议 21号和帕特鲁舍夫 他们两人会面时 则说中俄的关系坚弱磐石 能在国际的变局中 经得起任何的考验 明确地表态中方的立场 那么现在看来 尽管俄乌战争将满一周年了 但是呢 这个战争依旧是看不见镜头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美中的紧张未解 但是中俄的互动已经明显的加强 来看相关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访问莫斯科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正值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双方谈话内容 攸关战争调停 但俄罗斯总统普丁21号发布国情资文语出惊人 自开战以来首度使用战争一词 来描述这场冲突 而非特别军事行动 并且宣布俄国将战停美俄之间 仅存的核无管控架构 轻战略武器 重启核事 因此俄国将做足准备 对此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表示 俄罗斯暂停条约将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美国及俄罗斯的核弹头 核计约占全球90%左右 两国在2010年达成协定 约束双方在洲际弹道导弹等部署的核弹头 总数不得超过1550枚 这也是这两个核子大国之间 唯一一个军控条约 不过现在俄罗斯的决定 将会让他们有能力 无限上调核弹头的部署数量 在这个关键的时机点 王毅的访俄之行 也被视为是帮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春天访问普丁之行铺路 而王毅先前还在慕尼黑与乌克兰外长会面 同样强调调停重要性 让这次访问更具关键地位 另外美国盟友针对俄乌战争 也有不同声音 德国与法国都希望俄乌双方能够和谈 但拜登访问乌克兰时 全民却指出 希望乌克兰可以打赢战争 或许也让美国与盟友之间出现分歧 记者离境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